我一直都很贊成 政府要考虑成立民体旅游的局 因为这几方面的发展 其实有很多协同的地方 是可以互相支持得到和发展得到的 十四五规划定名 支持香港发展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全国政协副主席 前特首梁振英早于2012年 已经建议设文化局 但是因为反对派在立法会拉布 最终未能成事 本港至今没有专责文化事务的政策局 为了把握国家给予香港的新定位 马逢国要求政府尽快设立文化局 现在来说有关的政策 其实散落在不同的部门 比如说文化和体育 主要是由文政事务局去照顾 但是文政事务局同时都要照顾很多 比如说地区行政、文政事务总署 另外还有很多的妇女、青年、宗教事务 甚至是法律援助等等 都是由文政事务局去负责的 覆盖的发位相当大 而至于文化产业 比如说影视文化或者流行音乐 以至于出版的行业 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的动漫 又由商务及经济局去负责去应对 比如CREATE HONG KONG 就是一个创意香港就是这样的部门 所以是放在不同的部门 是由政策局去照顾 但是不是一个统一的政策局 近年很多国家和地区 越来越体重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 香港是国际城市 也是旅客热爱的旅游点 如果不看准时机设立文化局 会不会执书呢? 这个也需要政府很强有力的统筹 才能做得到 有些地方就很重视文化 比如法国就很重视 所以它的文化是非常重要 非常有组织 也有很多现在一些新兴的国家 发展得比较好的 就将文化体育旅游 是摆在一起 在一个政策部门 其中比如好像英国 或者是韩国 甚至比如南非 都有一些类似 可能是两个摆在一起 而在国家来说 我想是两三年前 也都将这个文化部 和国家旅游总局 合并成为文化和旅游部 就是一个这样的大部门 所以我觉得趋势也有这种倾向